哈喽,大家好,我是车老师 今天又有新任务 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要把这个房车整理一下 这个房车呢,我们从房车营地拖到我们家现在的后院来了 然后呢,今天重新把它整理打扫一下 我们准备重新挂上LBNB开始出租 那么今天呢,打扫干净 让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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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背套也套起来,床就铺好了 好了,放上枕头 放上枕头 放上枕头 一张床大功告成 继续,还有两张 现在要铺上下铺 先铺上面 衣服 只能把并 doll 放在床大功告成 不足 放上枕头 放下枕头 放上枕头 就把小枕头放在床下枕头 好 上下部全部完工 放上床上用品 然后床就铺好了 被子 床上用品放上 准备好 被子放好 上面一个被子 下面一个被子 好 两张床都铺好了 上下铺完成 两张床都铺好了 上铺 下铺 下铺还放了一床备用的被子 万一冷的时候可以用 上下铺如果一家四口的话 两个孩子 其实这个上下铺也不小 大概有一米二宽 一米七左右 一米七五以内的成人也可以睡 两个上下铺 然后这是一张大床 大概一米五 就是说一家四口完全没问题 接下来再整理一下 今天的房车收拾就结束了 已经全部收拾好了 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一进门 一组沙发 左边呢 是一张大床 左右两个柜子 里面可以放一些衣服呀 什么的 这 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一个帘子 这个帘子呢 拉上 这样的话 就和外面分开了 变成了一个私密的卧室空间 一进门的左手 是一个餐区 一个小卡座 其实呢 这张桌子呢 是可以放下去的 然后呢 放平之后呢 这其实也是一张床 也可以睡两个孩子 右手就是厨房区 一个大的水池 可以做饭 上面呢 我们准备了 都很齐全 什么都有 下面的柜子里面 有锅 厨具 微波炉 微波炉的旁边 是一个冰箱 冰箱 冰箱 接着呢 就是一个上下铺 背板上我们装了一个电视 也可以看看电视 这边还有两个小的储物柜 这是最好的 干湿分离 这外面呢 有一个小的洗漱台 书房台 这样就和里面的浴室分割开来了 浴室 虽然小小的 但是呢 居然有一个小浴缸 也可以淋浴 干湿分离 很方便 这就是我们的房车 这个房车呢 是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还不知道 要在哪里定居下来 我们就买了这辆房车 旅行 因为当时也是新冠嘛 酒店都没开 大家都在家里面 我们觉得在家待的太无聊了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辆房 买了这辆房车 旅居生活 将近一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就平时 闲置下来 我们就用来出租 还是挺不错的 整体就是这样的 现在呢 停在我们的后院了 就更方便了 等于就是一个私人的房车营地 今天的活干完了 马上又要去接孩子放学了 孩子们还有两周就放寒假了 我们准备假期去佛罗里达度假 就拖着我们的房车 平时呢 闲置的时候呢 就出租 到节假日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就 拖着我们这个房车出去旅行 看不错哟 看不错哟 我们的家人 也会对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 这个房车上 也会得到我们的家人 做主要叫作人 在这家人 测词 我们的家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